加拿大東時間8月27日凌晨4時 灰散不少的居民都突然響起手機的警暴 嚇到飛起 在凌晨7時 安散的居民也收到相同的警暴 令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 這則的警暴竟然與華人有關 整件事還十分峰迴路轉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 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在8月27日 星期二凌晨4時 灰北黑省警察局 凌晨4時在灰省發出案拍警報 案拍警報 意思就是說 當確認發生兒童綁架案件時 警務部就會透過各種大眾媒體 向社會大眾傳播警報的消息 用來擴大搜索的範圍 尋找失蹤兒童 從這個安排警告 可以看到 失蹤的男生叫Getty Shigao 今年剛剛五歲 住在大蒙特利爾南岸 男童身高1.1米 體重19公斤 他擁有中式頭髮 中式眼睛 失蹤時穿著藍色T恤 灰省警方表示 這名華裔男生 其實是在8月26日晚上6時左右失蹤 而且警方還說 找一輛2024年款 白色Tesla Model 3汽車 這輛車在安省註冊 這名五歲的男童 和65歲的女子楊瑞雪 乘坐的這輛 白色Tesla Model 3私家車 警方認為 五歲的男童已經和楊女士離開灰散 相信當時正在前往多倫多 在幾個小時後 警方再公佈 已經找回這個男子 這個男童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警方沒有公佈 發布的疑犯相片和英文名 在互聯網上搜尋 發現楊瑞雪曾任職 第十五屆北京東城區人大代表 全國人大辦公廳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 全國人大辦公廳離退休幹部局局長 和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長 根據資料顯示 楊瑞雪的丈夫高峰 曾任職中央電視台副台長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黨委書記 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廠長 這件案件 一邊男童是姓高的 有人猜測就是楊瑞雪的孫 事件可能是家庭糾紛 而根據加拿大媒體的報導 涉案還有一名48歲的女子 王恩 王恩和楊瑞雪 兩個人面臨三項控罪 包括禁錮 違背孩子意願下意圖將她帶出加拿大 以及意圖剝奪孩子父母對孩子的擁有權 第三項控罪和爭孫的說法不謀異合 看回報導 報導說 楊瑞雪和王恩在多倫多附近的約克區被捕 昨天通過視像會議在灰北克省朗厄市法庭出庭 並要求國語翻譯 預計這兩名女士今天將會被灰北克省警方從安大略省押送去灰省 目前他們被禁接觸受害人或是案件的證人 在8月28日兩個人將可以提出保釋的申請 在這件案件上 有不少灰北克省的居民和安省的居民都被安排警部嚇到 但幸好的是五歲的男童沒事找得回 至於這件案件 為何楊瑞雪要抱走他五歲的孫子離開加拿大呢 而內裡的原因又是甚麼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 大米今集說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話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開謎通知、鈴鐺 我們一有新片和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 在了解放 謝謝 這些 Cancer 該請 麻油